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一来的时候 第一声下去我就知道成功吗 第一声下去 第一声下去我就知道这是成功的 因为那个感觉就是对了 那一般的音响有一个缺点 就是低频一下不够 那因为这个空间够大 它录得够好 所以第一个时间它的低频是OK的 所以它整个的平常性 在这边来听是OK的 这个场合 虽然看起来没有吸引器材 可是它的回音是处理得非常好的 在公共空间的声音这样子算很好了 这样的前提之下 它放这个作品 这个声音的作品 我就觉得就很成功 它的那个声音一出来就蛮好听的 我们在这边有趣的地方就是 民众你可以指引他去 那个后面那三个道尔巴后面 你就可以听到低音鼓的声音 很明确的 那个 非常震撼的 就是很有趣 然后去让民众去感受到它 整个那个乐器的配置 那你要听到整体和谐的声音 应该是在指挥的那个位置 你就可以听到一个乐团 为你演奏的那种感觉 还有跟现场 你坐在台下又不一样 它声音比较直接 而且很强烈 而且很刺激 它不是现场 但是它把现场该有的那个动态 能量感 乐器的质感 它有做到一定好的地步 而且它没有经过多次传播 所以它最original的这个声音是对的 包括它的乐器的声音是对的 那乐器的声音对你在配置那个乐器的那个配置图 然后你让民众去玩 那个配置图小号原来小号在那里 这个时候呢 是那个 比如说 那个大提琴 大提琴在右边 然后低音提琴在后面 低音谷在后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教育的目的 就可以得到 让贝多芬 让整个音乐的好听得 你想震撼力也好 让他来接受说 哇 原来音乐这么美好 原来音乐这么好听 原来现场音乐 这个模拟现场模拟得很好 原来现场音乐可以这么好听